餐舊男友無心 Amy不敢再拍影片 AD2Amy的影片流出之後 她就說自己已經飽受痛楚了 整件事交給律師處理 同時有多謝經理人 爸爸媽媽和朋友的支持 希望這件事可以慢慢丟臉 有餐前的男朋友說 她都是一時不調心 所受的壓力都不少得過她 我受到多少壓力 她都同樣受到同樣的壓力 我覺得這件事對她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教 很大的教訓 我也不想再作任何的追究 那你和你解釋過是怎樣的想法 她都有跟我說過 其實我也知道這件事是怎樣的 但是我也不想再跟外界 她解釋這件事的發生經過是怎樣的 因為我越說得多 其實對雙方的痛楚會越大 有餵 現在雙方都沒有了影片在手 可能會跟律師申請減制令 但這片不會繼續流出 不過不知見鬼 她又會不會怕黑呢 如果再有下次就一定不會做 還有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 我都不會拍這些片 不知見鬼 是不知名的 很少不知名的 很少不知名的 我會不會做